看一下下個單元我們介紹的是那個 積分裡面的定積分 定積分 因為我們之前教的是不定積分嘛 好 那你還記得我們教過 快速幫你複習一下 還記得我們是教過這種題目嗎 你說 那我告訴你說 針對x平方 裡面的x能做積分的答案是多少 是不是先把那個次方先加1對不對 然後變成3 然後把3呢 放到前面去變成那個3的倒數嘛 所以答案應該是多少 3 3分之1x3次方 對不對 然後再加一個什麼 c 還記得嗎 然後我說為什麼要加c的原因 就是因為你的那個 因為微分跟積分是 互為所謂的反函數嘛 對不對 互為反函數 所以當你這樣微分的時候 那個常數下的部分會消掉 所以當你反推回序的時候 當你把它找回原來 藉由積分找回原來 微分期的那個函數的時候 你就會判斷 他的常數下是多少 因為3或者是7或者是8 任何常數下經過微分之後 都會消失不見 對不對 所以我說當我們講不定積分的時候呢 會自動加一個什麼東西 加一個常數下c 會啦 好那像我們這張也是所謂的定積分 定積分 那什麼是定積分 告訴你說 來我們看這裡 它的基本定義就是說 我們假設F-Rex 是 這個符號的意思是說 藉由A-Rex呢 藉由A到B之間 藉由A到B之間 藉由A到B之間的一個連續函數 好那麼我們說 如果我把這裡的那個F-Rex 這個大型F-Rex 經過一次微分 然後找到那個 小顯的F-Rex 也就是說 正經過微分 之後的結果對不對 那我如果找之前的那個呢 就是用什麼動作做 做積分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寫成 積分然後F-Rex對不對 那這裡的B跟A指的是什麼東西 就是A到B之間的什麼 函數是多少 這樣子 會啦 那你這要小心一下 就是這裡寫A這裡寫B 注意一定是上面寫下面 聽懂我意思嗎 一定從上面寫下面 所以這邊一般的畫我們 數字比較大根放上面 數字比較小的放下面 這樣子 後來喔 那我們舉個例子好不好 我們舉個簡單的例子給你看 比如說 我們就寫1跟2好了 然後我們就寫3X 好 所以寫你答案就好 是不是 先正對這個3X做積分對不對 所以答案是應該是2分之3 對不對 然後呢 X平方 然後加C 你會不會是寫加C喔 然後呢 我們這邊寫 就把這裡的2跟1 擺進來這裡面 這裡的2跟1值是什麼意思 你知道嗎 就是這個X的改是多少 改成2 還有呢1 好 當你的X帶2的時候 你會變多少 變成呢 2分之3 2的平方加C 這個是當物 就算當物總共 變成2的時候 然後你要減掉誰 你知道 減掉1的時候 當他x帶1的時候 就會變多少 2分之3 1的平方再加C 好 你就會發現什麼東西 這個C跟Z 最後幹嘛 小屌 所以事實上 定積分對於我而言的好處是 我只要去算那個前面的那個X的部分就好 然後數字帶進去 然後兩個函數相近的可以 這樣聽懂嗎 會啦 算跟之前的那個不定積分 只是差別在於說 我們有一個範圍限制 就是A到B之間 然後呢 我就把那個FOP跟FPA 把它算出來 那這個當初那個 尼德頓在發明這個危機分的時候 他的目的是要幹嘛用的 你知道嗎 我記得我剛才跟你講過這件事情 他的目的是在於說 譬如說我想要解決 這樣子的問題 想要解決這個區間裡面的面積是多少 聽懂嗎 所以我們這邊告訴你一個很重要的觀念說 在函數在這個A到B 這個這裡是A 這裡是B 好 然後我們說這個曲線呢 就是這個FOP跟F FOP跟F 好 我們就說 Ax等於A跟Ax等於B 這個地方 還有跟Ax軸所維持的這些面積呢 就是這個答案 所以這塊面積呢 就相當於 Ax等於Ax TB 然後Bx 也就是針對這個Ax 可以做積分的動作 然後在A跟B 這一定所算出來那個結果 就是相當於這塊面積 這樣聽懂嗎 會啦 可以 OK 好 那麼 這邊告訴你說如果假設 F of x 跟 G of x 連續的話 則它們兩個各自的那個 在 A 跟 B 之間所圍成的面積 就只有兩個相景 好 什麼意思 譬如說我舉個例子 假設這條線是 F of x 然後呢 另外有一條線 這樣子 這條線是 G of x 好 那這一塊 這個點是 A 這個點是 B 我們如果要求這一塊面積的話呢 怎麼辦 你就拿 F of x 做積分 算出來那個面積對不對 減掉 G of x 這塊的面積 剩下就這一塊斜線的人 聽懂我講的意思嗎 聽不懂 我針對 F of x 做積分 然後積分之後呢 把那個 A 跟 B 的面積出來 是哪一塊啊 就是這一塊 看到齁 然後 G of x 呢 只是下面就擺著這一塊 所以 全部只要擺著就變成這個藍色的 這樣子 會啦齁 這個定義應該 OK 吧 可以啦齁 好 然後在這邊呢 定積分的性質裡面呢 大概有幾點很重要的 我要先跟你講一下 第一個你要打信號 這是寫的是什麼東西 它寫的是說 我針對 F of x 做積分的話 如果這裡寫 A 這裡寫 A 的話呢 那答案一定是 0 為什麼 你就想 如果這裡是 A 這裡是 A 請問你 都是 A 的話 請問你它的面積多少 當然沒有面積一樣 所以一定是 0 所以就是說 如果這邊兩個數是一樣的話呢 答案肯定是 0 會啦齁 然後第二個呢 這個就很簡單 真實告訴你說 如果 F of x 裡面有 K 有個常數 K 的話 你可以把它提出去 這跟前面那個不定積分是一樣的 會啦齁 好 然後第三個告訴你 也是跟前面一樣 就是說 如果我算出來那個 我要求的這個函數裡面呢 是可以拆解的話 我就可以分成兩個 兩個不同的這個什麼 函數 然後去做積分 然後把它面積算出來就可以了 這個應該沒問題吧 譬如說 我舉個例子好了 x 平方-2 x 1 然後寫個第三 這怎麼辦 這個可以寫這樣子 1 1 3 x 平方-2 x 1 加上 1 1 3 -2 x 2 x 1 這可以吧 然後這各自做各自的積分嘛 那當然 你說老師可不可以一次直接全部做積分 當然可以啊 聽懂我意思嗎 會啦齁 可以 好 然後再來第四個的話 就很重要 第四個打四顆星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這邊告訴你是說 如果我針對F個做積分 然後我要求求A到B之間的面積的話 它可以寫成是AC到BC 什麼意思 它的意思是這樣講 它說 這個積分 這個是我要的題對不對 然後呢 這裡是A 這裡是B 原本我求整個面積 請問你 我可以把那個C放過這邊 然後能成這一塊面積加這一塊面積 可以吧 意思是一樣的 所以它一直告訴你說 如果要求A到B的話 可以相當於 A到C C到B 就是說 A到C C到B 這樣子的面積 然後把它合併在一起 結果你也會一樣 可以的齁 當然你會問老師幹嘛這樣做 一定是因為 某些情況下 A到C的時候呢 它的面積比較好酸 這樣子 當然齁 好 然後最後這個呢 告訴你是說 如果我把A跟B 做對調的話 AB寫成BA的話 那前面怎麼辦 就這樣個副號 這樣子 所以重點總共這幾個 可以啦齁 所以這個單元呢 其實很簡單 快速幫你複習一下 四字站教你什麼東西 就是要你定積分 就是要你求出來 某個區間的面積怎麼算 當然簡單就是 先針對要做積分 對不對 積分完之後呢 把那個數字A跟B 帶進去 然後兩個數字相 算出來結果兩個相解 然後大點小 答案就寫出來 它就變接了 會啦齁 然後只是小心一點 就是那個 第幾個 第四跟第五個 這個要注意一下 可以啦齁 好 OK 我們看下面題目的練習 對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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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